在七月二十二號 俄羅斯外交部發言人就說了 殘害殺害戰地記者的罪人 會受到懲罰 而那幾項基輔提供 急速燈藥的人會承擔責任 現在呢 俄羅斯駐聯合國第一副代表 表示說美國已經是越過了道德紅線 同時在大陸駐烏克蘭大使館 現在也發出了這樣子 烏克蘭是一個國家戰時狀態 所以呼籲大陸公民 暫時勿來屋 在烏克蘭當地的公民 必須要嚴加的安全防護 董哥 我們知道現在俄羅斯戰爭 打到這個地步的時候 那在北約的會議裡面 很多人主張說 趕快把這個勢力趁著 打鐵趁熱把它扣張 對 那在日本設一個辦事處 那甚至就趕快讓瑞典的加入 這樣越來越大 對 在這邊看到北約的爭議 二十二號大陸駐日本使館發言人說 亞太國家不翻譯北約 亞太化不需要亞太版北約 同時土耳其走勢報表示 土耳其議會會對瑞典加入北約的申請進行審議 是 那其實我們可以看到 北約就想說能夠搭鐵趁熱 在這個時候 可是當然它也會有一些阻力 那這個阻力裡面就在眼前發現的就是譬如說瑞典有人在燒格蘭京 那你對於北約裡面的這一些跟回教比較親密的國家 他覺得不能接受這是個挑釁嘛 所以土耳其來講他就有很大的意見 那很多人說把艾爾頓擺平就好啦 那其實也未必 因為他自己國內有自己的壓力 那今天看到了他們這些做法 你會發現說 美國把北約東扣 一而再 再而三的時候 其實只是想摳打自己在歐洲的影響力 那他想借著這個影響力再把它摳到亞洲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澳洲 日本 韓國這些 還有印度 大家講說這已經是一個形式讓亞洲的北約了嘛 那當然可以看到這一部分 對整個區域的平衡 很多人就不放心了 尤其東協這些國家 他認為說我們這邊平常是好好的啊 那可以發現了 就美國這種基辛其實是越來越強烈 可是對區域的國家來講 他覺得這種戰爭的氛圍不是我們所需要的 亞洲人自己來管亞洲人嘛 1823年 美國希望各國不要去感染 不要去攔止他們美洲 所以他提出了一個門楼主義 門楼總統提出了這個主義 那現在亞洲很多國家也認為說 亞洲事情由我們自己來處理啊 那你美國為什麼要拉幫結派來做這些事情呢 所以可以看到 美國是造成亞洲不安的一個最主要因素 那他過去的觸角一直在中東 中東發生了很多戰爭 那他現在把他弄到北韓的附近 北韓附近當然就是日本韓國 還有中國大陸 那這個其實他的機心招攔漏傑 為什麼 因為他已經告訴南韓的總統 我們的核子動力潛艇會來這邊保護你 所以你已經納入我們核子潛艇保護的範圍 那這個當然會增加區域的不安 所以北韓最近動作很多 試射或者金魚鎮出來警告的那在話很多 那萬一真的插槍走火怎麼辦 美國可不管 因為不會牽連到他嘛 那他的目標都很清楚 就是針對中國大陸 所以一方面講一套 實際做的又是一套 這就是整個亞洲不安的原因 好 是我們可以看到美國 那現在匈牙利的總理奧班 他也說了美國即將跟這個世界 唯一超級大國地位說再見 他認為美國必須接受自己 不可能永遠是贏家 同時在到處阿根廷的大使館 也表示說阿根廷正式宣布 在成都設立總領事館 而另外還有在美法都要來到這一國 這是美國防部長奧斯汀 到澳洲之外也會來到巴布亞 紐幾內亞 同時馬克宏一樣 也會來到這裡 請教唐老師 這個第一個 這個北約的這個問題 現在有一些國家 確實他們覺得說 如果再這樣子搞下去的話 第一個你這個俄烏戰爭這邊 這個可能會升高 因為升高是一個 這個非常專用的一個語言 意思就是說你這個仗會打得越來越激烈 因為你現在美國已經開始用這個極速彈 意思就是說你提供這個 烏克蘭的這個極速彈 已經造成了傷亡了 因為這個極速彈的這個問題是非常非常嚴重的 那很多的國家 世界上有絕大多數的國家呢 他們都參加了一個這個宣言說我們禁用極速彈 因為這個極速彈是大彈包小彈 而且殺傷力非常大 好了 那你現在你美方你現在提供給烏克蘭 你現在是不是說讓這個俄羅斯這邊要逼著他 一定會有相應的作為 那這樣子的話 那俄羅斯是不是要考慮 是不是他一直不斷在這個拿出來 扼詐的這種所謂的這個戰術性的核武 那是不是會真的走到這一步 那我倒覺得說現在的這個機率是越來越大 那另外呢你剛講到了這個匈牙利的這個情況 因為這個匈牙利他在這個歐盟當中 他確實是一個非常特殊的一個角色 為什麼他現在非常特殊 而且他跟這個歐盟之間經常產生非常不同的這個意見 那當然在北約裡頭也是一樣 意思就是說因為匈牙利他們會覺得說 這個整個的歐洲的這種門戶大開放 所謂門戶大開放的意思呢是在歐盟境內 有在歐盟條約簽過了以後呢 那這個他們之間這些歐盟國家的民眾呢 他們就可以自由往來 好了那你自由一往來呢 這些這個匈牙利的國家裡頭的精英分子啊 很多人他覺得說我在匈牙利沒什麼前途 我都跑掉了跑到哪裡去跑到英國跑到德國跑到法國跑到這些比較先進的國家 就會使得這個匈牙利啊他們很多的這些國家的 現在的這些精英分子啊都走掉了一大半 就流失了都流失了都流失了以後呢 剩下來都是什麼就老弱殘兵 那老弱殘兵當然就會讓這個領導人啊就會覺得說 第一個我就覺得歐盟好像我們在裡頭為盟其力先受其害 第二個呢你就必須要有一些其他的作為 所以說使得這個匈牙利的這個問題呢就一直在歐盟裡面啊 一直不斷的在延燒 那同時呢這個這個歐盟他又講了他又說了 他說因為我既然跟這個歐盟還有跟美國之間啊 我們的這個關係這麼差那怎麼辦呢 那當然有另外一個選擇就是中國 大陸對不對那就是大陸了 對所以他說因為現在包含了在 他也認為說啦半導體啦IT等等 當然都是很強的 太陽星全校克費爾益生菌我吃了兩三天 最明顯的感覺是睡眠品質竟然變好了 睡得好讓我整人工作更關注 心情也變得更穩定更好 因為太陽星全校克費爾益生菌 才讓我認識到克費爾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種和益生菌所組合而成 不僅能夠維護消化到機能對場運作 還擁有多種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相當強大 你知道嗎有台大教授專門研究它 稱它是神仙的禮物 上千篇的國際研究證實克費爾益生菌 不僅幫助腸道健康 腸道菌透過腸腦軸影響全身器官 所以維持腸道菌從的平衡 是解鎖身體健康精神健康的要使 對幫助睡眠維持好情緒真的很有感 也因為這不是藥 有積極的敏感代謝困擾 關心惡性細胞風險的好朋友 選擇太陽星全校克費爾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養 身體健康沒負擔 每日特菲爾時刻美好 Bootfeel feel good 請上快點Go健康下單 輸入我的推薦代碼 有額外的選口 от辭入你的自治片 你或者管還說 問題你的好朋友 我心情不行 請�子 複mented 鐩 壁 嬌